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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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际大风吹 愚言节虽然已经过了好几天 可是今天这一集我想要轻松一下 跟大家玩一个小游戏 我会报三条最近发生的国际新闻 其中有一条是假新闻 请各位看完之后猜猜看哪一条有问题 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开始 首先是号称全球政坛高富帅的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3月底在国会殿堂上当场道歉认错 原因不是任何政策问题或说错话 而是他在议员讨论投票忙成一团的时候 竟然在台下偷吃零食 结果被在野党议员逮个正着 当场要求他道歉反省 他也知道站起来说对不起 第二西班牙当局3月26号透露 就在今年2月川普和金正恩 在越南举行川金二会之前 有一个食人小组带着刀蟹棍棒和玩具甲枪 入侵位在马德里的北韩领事馆 不止挟持的6名北韩外交人员 还成功潜逃出境 把找到的资料带到美国 交给联邦调查局FBI 第三日本大阪府的知识相当于县长和大阪市的市长 两个人在3月初同时宣布提前辞职投入选战 要在4月7号的地方选举中竞选对方的职位 换句话说现在的县长要去选市长 现在的市长要去选县长 听起来好像不会太奇怪 但大阪府的行政层级其实比大阪市要高 等于是当过高位的人却要去选第一届的位置 好了加拿大总理为了在国会偷吃临时而道歉 有人闯进北韩驻西班牙大使馆绑人 偷资料还全身而退 日本大阪的知识和市长同时辞职 互选对方的职缺 你想好哪个不是真的了吗? 三秒后公布答案 答案是以上皆非每一条新闻都是真的 好啦我知道这条对比较关心国际新闻的朋友来说根本不难 不过是觉得都很有趣所以拿来当于性节目 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议员指控杜鲁道 偷吃的那个精彩瞬间 很多人都在在座位上吃 包括总统、总统、总统、总统 和总统的总统 似乎在他的桌上藏了 加拿大国会规定 除了水之外 不得在一场内饮食 所以杜鲁道马上坦诚 他偷吃的其实是巧克力棒 但还是一样道歉啦 那后继续回来 杜鲁道最近最头痛的还是被指控 对前司法部长官说施压 这场干预司法的丑闻 一不小心可能会冲击10月大选选情 影响他的总理生涯 至于北韩大使馆被人闯入的案件 发生在2月22号 刚刚提到的食人小组闯进了使馆 打倒并挟持了包括保安在内的6名使馆人员 没被抓到逃出去报案 但因为西班牙语的程度不好 案情又太离奇 导致警方应变缓慢 最后有10名嫌犯通通打击出境 后来是因为嫌犯主动把资料交给美国FBI 案情才曝光 目前有一个叫千里马铭防罪的 所谓北韩海外人权组织深深犯案 但详细案情和动机 西班牙当局正在调查中 最后是日本大阪府市长的互换选举 为什么现任知事和市长要同时辞职参选 因为他们都属于大阪维新会这个组织 而组织的目标一直都是实现大阪都的构想 大家可能听过日本的行政区位阶 粗分成第一集都道府县 第二集是市丁村 而大阪维新会一直认为大阪府底下又设了大阪市 可以说跌床驾屋 浪费行政资源和百姓的纳税钱 应该要重新整合成大阪都 就像东京都一样 但这个主张要修改的程序太复杂 变数也太多 所以就出了一个奇招 想办法让维新会推派的市长和知事候选人 同时选上 而且任期还重叠 这样就相当于一个政党同时管理大阪府市 那这招在2011年成功之后 大阪维新双手掌执政的局面就延续到现在 今年更是不等任期结束就抢先辞职 而且交换选举 希望让对手还不及准备 如果成功的话 很有可能顺势诉诸名义 推动改变行政区化的大阪公投 完成大阪都的梦想 对了 还有一件事你们猜猜看 是真是假 英国在3月29号的期限顺利脱欧了 好啦 还有什么真真假假分不清楚的新闻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 恭喜大方吹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